一说到现已NBA最专的球员,球迷首先想到的就是追孟格林和渣渣帕厨利亚,但要说NBA史上最专的球员,比尔·兰比尔这个人把城市躲不掉了。 胡人对民宿约翰逊曾经说过,当年看到兰比尔面无表情的站在篮下,你就没有了上篮得分的欲望,因为没人希望一个上篮,就让自己的职业生涯报销,兰比尔的脏已经不能用脏来形容了,因为打球脏的人,都是偷偷摸摸的使坏,而兰比尔直接上手,招招都是冲着人命去的,根本不在乎别人会不会看到, 如果从网上搜他的名字,可能首当其冲,的就是他的恶办急紧,甚至光是他有散乔搭都可以做成急紧。 当年巴克利还在76元队的时候,76元老板表示,如果巴克利因为够了兰比尔受到联盟的罚款,不管罚多少自己来承担,光这一句话你就应该明白兰比尔有多讨厌了,与很多为了赚钱打球的人不同。 兰比尔的家境非常优越,赚钱是世界500强企业的高管,同时也有着自己的企业,甚至有实力单NBA球队的老板,可能是出身好才要兰比尔养成了争强好胜的习惯,但是他的篮球天赋并不高,大学17场均7.3分6篮板。 放到现在的落榜秀数据都比这个好,在79年的选秀大会上,兰比尔以第三轮的第21位被骑士队选中。 但是没有立即去骑士队打球,而是先去欧洲打了一年,到了NBA生涯的第二年,他被交易到了活赛队没过多久,便打烧了球队手发内线。 除了他的打球风格,的确是给对手造成了很带压力外,他对篮板的保护还是不错的,连续有赛季场均篮板上双。 由于兰比尔的恶赛,活萨队成为NBA最不受欢迎的球队。 不过在底特律人民眼中,兰比尔肯定是英雄般的存在。 在活萨队89年和90年独挂的那两个赛季,兰比尔已经33岁了。 但是他在总决赛上还可以打出场均两双的表现,甚至辞职中锋的他能在总决赛上单场命中6个三分球。 说到他的脏,他的身体素质并不好,但是能在NBA打14年,你就知道他还是友谊手的。 在场上兰比尔总是在用小动作表现对方。 如果对方动怒,或者他就立马跟裁判庄文说,裁判居然还信了。 除了引伤退役的那个赛季,兰比尔职业生涯的前13个赛季只缺席过9场比赛,也算是一位铁人了。 他本人也创造了连续出场685场比赛的记录,而这个记录中只不是因为伤病,而是因为他被禁赛了。 在1993年年底他宣布退役时,可能说了活塞队,其他球队都无比的开心,纵观蓝比尔的职业生涯,几乎都是在骂声中度过的。 但是蓝比尔并不在乎,依旧我行我素,总体来看,他的得分在活塞队是排第五,蓝板排第一,抢断排第九,感冒排第四,出场抢数排第三。 当然了,他的法规数排在了活塞队是第一,这样一个爱,恶意法规的球员居然还四次入选全明星,职业生涯拿过两次总冠军,活塞队退役了他的40号球衣,蓝比尔的职业生涯,也是没有什么遗憾了,如果有其他想法,欢迎到评论区补充。